我不去 我不去啊 馨儿 你开门 你开门让我进去 馨儿 你走开 走啊 你让我进去 我不能让你一错再错了 这都是个意外 真的是个意外 我也不想这样 我只是想团练过敏 在家里休息 不会跟我来抢这个角色 我真的没有想到会长 我不能坐牢 我真的不能坐牢 如果我坐牢的话 我妈该怎么办 你们也替我想想啊 我真的不知道 馨儿 我知道你也很痛苦 但如果你相信我 你让我进去 不管有多大事情 我们一起想办法 我们一起面对 好吗 馨儿 你还记得你曾经问过我 我的梦想是什么吗 那你那梦想是什么呀 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是帮助我的李星儿实现她的梦想 珊珊 都怪我没有好好照顾你 不过你放心 我会一直陪着你 一直照顾到你醒过来 你别怕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守着你 绝对不会离开你 星儿 任总要为自己做的错事负责 你就这么逃走了 所有人都不会原谅你的 陈超 我真的知道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了 我现在特别后悔 你就帮帮我行吗 千万别把我逼到局了 我求你了好不好 星儿 星儿你别这样 来 起来 其实我知道 在珊珊姐这件事上 你本意也不想这样 我看你这些天 忙前忙后的陪在珊珊姐病床边上 其实你自己心里也知道自己做错了 你也想忏悔 是吗 我真的不想这样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 安息一煽风点火 我就不知道我怎么想的 可是我真的没有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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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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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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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等你醒过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Aboutras compete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schedules 杨茜茜茜 ery 杨茜茜后按下陷迷你 杨茜茜 寂寞 忽着一把彩虹 烟雾在沙散 花或生命短暂 但它永不孤单 因为你是海岸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精通 请稍后再拨 对不起 您拨打的订阅 不能接触 您拨打的订阅 请请 奇怪 张总的电话怎么总打不通呀 该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莫菲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 你既然选择了欣儿 再跟我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你觉得合适吗 莫菲我求过你 我求你不要报警 欣儿已经答应要坦白了 你这么做不是把他往绝路上逼吗 我就报警了怎么样 我哥跟你急 急得太对了 你就是被欣儿鬼迷了心窍 把我耍得团团转 现在少在我面前讲什么人情事故 他犯了错 就算有千万个理由 他也不能原谅 他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他早晚都应该承担 我报警 是尽我公民的义务 你没权利说我 你不去看山车姐了 我不想跟讨厌的人一起去 可以了 董哥 谢谢 我刚问过医生了 他跟我说 你再休息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对了 董总回来了没 怎么了 星河 山车姐 风哥 孟凤 孟凤呢 她怎么也跟你起来 她 她来过 就走了 又怎么回事啊 那个 孟凤知道是欣儿害了珊珊姐 她就报了警 我就说了她几句 她跟我欧亲 你们都误会了 害我的人不是欣儿 那天 我回休息室 身后就跟进一个人 我回头一看 有事吗 我这人不喜欢拐弯抹角的 有什么话我就直说了哈 我知道 我知道 那天我跟张总说的话 你都听到了 珊珊姐 这么多年来 董王一直都欺压你 你干嘛要死心塌地的呀 跟我一起投奔天悦吧 我在星河挺好的 为什么要投奔天悦啊 你还不知道 星河现在已经成空架子了 你这个一姐 就算做得再稳 又有什么用啊 只要在董王回来之前 你替我保守秘密 将来我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居心叵测 我一定会向董王揭发你的 真讲义气 既然如此 那你随便吧 救命啊 那 抹ência 太操心了 帅王 oder 救命啊 imi 救命啊 也对 如果说这是馨儿动了手脚 我进工作室的时候 应该能先闻出熊草的气味的 可是我进去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一众 我才离开的 现在珊珊姐醒了 我们也有人证了 我现在去趟公安局 来 先搭上 珊珊姐 我先过去了 对不起 为了我 把孟非和陈超搅得这么复杂 他们的爱情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结果 张总 最近你很忙了 找你都很难找 怎么 找我有急事 张总 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我把我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 你是不是也应该 兑现你的承诺 非常抱歉 对 兑现承诺的人 已经一主了 什么意思 我来告诉你吧 孙昊 很遗憾地告诉你 你的计划失败了 怎么说 星河和天悦的合作 是你放哪儿 对 是我让张总给你开空头支票 吸引你出卖星河 这样你在兴河呢 就没有了立足之地 同行公司 也就不会有人再敢用你了 你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从生意角度来说 是为了让公司的投资 取得最大的利益 从私人角度 是利用你的贪心 给星儿获得更多的机会 只是没想到你从中设置了 那么多的障碍 我还真是低估了你 难怪张总指定 李星儿来演你一号 先让星河签约李星儿 捧他上位 再让天悦八角李星儿 你一直都在给李星儿铺路 用心两股 要不是你千方百计的设计陷害李星儿 我不用费这么多周折 其实我早就掌握了你那些挑事的证据 当初我被迫离开中国 你涉局陷害星儿父亲欠下赌债 还有星儿负面新闻的爆料 到最后你陷害吴珊珊嫁祸李星儿 这些都是你搞的鬼 对吧 原来你一直都在查我 对 因为你一直不肯收手 我只能一路查下去 安琪 你不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吗 是 我是做了 李星儿把我的一切都抢走了 我这样做过分吗 我这样做过分吗 还有你 我那么爱你 我爱你爱到连什么要求都没有了 我只希望你的心里能留一点点位置给我 可是你呢 只留给我两个字 崛起 比起你来我做得一点都不过分 我之所以迟迟不出手 就是念着我们的旧情 探望着你能回过 没想到你变本加厉陷害李星儿 还让她进了看守所 我 从头到尾 要是我早点狠狠心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事事非非了 星儿 星儿 你这么对我全都是因为李星儿 我只知道那时候再抬不起头来 这样才有可能回到我身边 爱情是勉强不来的 我明白的 希望你也明白 我不明白 我也不想明白 我只想要我想要的 你今天落到这个地步 就是因为一个贪子 一个肚子 你错了 要说一个字 那就是爱 都是因为我爱你 你的犯罪证据都录这儿了 去自首吧 还能落个情谈 隋好 你狠 你够狠 但是我一定要让你知道绝情要付出代价的 珊珊姐醒过来了 她说害她的人是安琪 四号 对不起星儿 我来晚了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是安琪陷海的吴珊珊 然后嫁祸给你 还有 也是她报的警 让警察来抓你 是她报的警 对 证据我已经掌握了 已经交给了警方 就让警方来处理她吧 那我误会孟非了 我现在得去到医院 我也去 我去看看圣燕姐 那我来送你们吧 车在那边 好 谢谢 我去看看圣燕姐 我去看看圣燕姐 可我去看看圣燕姐 我去看看圣燕姐 在那边 来 先生 请我来 请躺下吧 这样合适吗 谢谢你 心眼儿 山小姐 感觉怎么样 我就像很充实地睡了一觉 把以前拍戏时缺的觉都补回来了 你们来了 凤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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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非呢 郑超 你跟我出去谈谈 坐 坐 坐 我 我有事想跟你说 其实 我有把熊草愿意带到你的休息室 你要讨厌我就骂我吧 我真的特别对不起你 你为什么要害我 我只是想你的脸过敏 这样如果爱你的女主角就能归我了 我需要这个机会 来让自己度过难关 所以就 当我知道你昏迷不醒的时候 我其实心里特别难受 我只是想让你赶紧醒过来 求得你的原谅 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了 你在我床边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你每天为我按摩 帮我做运动 替我擦身 我都知道 其实我当时是很怨恨你的 我想不通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可你一次次地忏悔 我明白了你的心意 谁都有做傻事的时候 能真心悔过就好 行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我会忘记 你也不要有负罪感 可是 我把自己给弄丢了 好像再也找不回来了 你还年轻 等再过几年你就会明白 人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不一定是名和利 而是感情 你演戏什么都可以是假的 服装 道具 场景 投尸 都能做出来 唯独感情是真真切切的 生活也一样 没能和相濡以沫的那个人 携手到老 是一种遗憾 如果连那个和你相濡以沫的人 都没有 是一种缺憾 我想从今以后 你要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个角色 我知道了 谢谢您能原谅我 能明白就好 风哥 事情真的就是这样了 我跟馨儿真的没什么 孟非是被我宠坏了 她有时候是有点任性 而且还很不讲道理 不过其实她很善良 也很简单 她认了你陈超 就会一心一意地对你好 我知道孟非对我好 我也没想过要辜负孟非 可是我觉得这 这给我帮助馨儿并不冲突啊 傻小子 你犯了跟我一样的错误 自以为是 不是我骗探自己人 你既然是孟非的男朋友 你应该照顾一下她的情绪嘛 有时候 想把两边都顾好 反而会伤害到每一个人 你看我跟珊珊 跟赵敏就知道了 冯哥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嗯 孟非 喂 孟非啊 好好好 我马上过去 好 孟非找我 赶紧去啊 谢谢 冯哥 嗯 孟非 这是第一次你向我表白的地方 我有点怒 还有点笨 我没念我什么书 也没什么钱 我听不懂你的笑话 也猜不出你的脑心居然弯 我走入什么台阪 我顾不上你 我经常犯病虎说 我还让你骂我起来 我才能想明白 就这么一个笨蛋午后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们从哪里开始 就在哪里结束吧 好聚好散 孟非 孟非 我 我知道我错怪你了 珊珊姐已经醒过来了 她说害她的人是安琪 是她 我也知道报警的人不是你 对不起 孟非 我当时太冲动了 我 你怎么罚我都行 但是你别跟我说分手行吗 陈超 这是你自己选择的 你要为你做的决定负责 不 当时 当时太多事 她赶在一起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每次欣儿有事 你就把我丢到了一边 不是李欣儿心里会有委屈 我也会有 在感情上 我的大方 已经突破了上线 孟非 我 我跟欣儿真的只是朋友 你相信我行吗 孟非 你真的 你真的要相信我 孟非 其实 我一开始刚刚遇到你们两个的时候 我真的好羡慕你对欣儿的专情 直到欣儿签约星河 你变得像个傻子一样 我自以为是的来安慰你 我的优越感让我觉得 有了我的安慰 你一定会忘了它 我的优越感一次一次地作祟 我的优越感一次一次地作祟 真的让我做了好多的蠢生 直到最后 真相戳穿了 陈超 就算你没跟欣儿在一起 可你的心 始终都没有离开过它 对吗 陈超 你爱谁 骗得了别人 骗不了你自己 所以陈超 我们分手吧 这才是我们两个人唯一的出路 不至于吧 孟非 有什么事情我们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吗 现在我心里只有你 没有别人 绝对没有 陈超 别再说了 你爱欣儿 就去把她追回来吧 以前 你总说你没有资格 现在你可以了 你再婆婆妈妈的 我会瞧不起你的 那我们以前一起走过的日子 我们一起有过那些快乐的时候呢 那都是演出来的 你始终都忘了 我们在一起那些日子 时时刻刻都有欣儿的影子 而我呢 一直都是一个女二号 还是一个特别苦行的绿儿 孟非你很清楚 在我眼里没有人能取代你 你知道的 专超 你tz motion 我们分开吧 你别再让我 去待在一个本不属于我的梦里 你这个人很诚实 可是你每次碰到心儿的时候 都会口不对心 而我呢 始终都是那个被你误骗的人 别再让我活在 本不该属于我的梦里了 要不然 我上瘾了 会醒不过来的 再说 我也不想强人所难 莫菲 咱们先别说这些事 咱们先回家去你好好休息休息 睡一觉醒了咱们再说行吗 别再说了 再说 咱俩连朋友都做不了了 打住吧 咱俩连朋友都做不了啊 我听见了咱俩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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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也不能走 你告诉他们 公司的招牌还在 好的 别担心发不出钱了 那个 深山的情况怎么样 深山姐今天就出院了 哦 那我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好的 现在就指望你们两个人了 合同快到了吧 请走啦 请走啦 这两天了 我得想办法把你们留下来啊 放在公司不就毁了吗 我昏迷这段时间 真的欠了公司很多通告 你联系过董总吗 现在星河怎么样了 你放心 董汪呢 是一个打不死的蟑螂 你别替他担心了 你要好好地保护自己的身体 就算你出院了 也得好好休息 知道了 好 好 沈阳姐 凤哥 孟非呢 我是想问 孟非来过吗 你们不是住一块吗 他 他生我的气搬走了 陈超 凤哥 凤哥 我知道我有很多不对的地方 我现在只是想先找到孟非 我跟他解释清楚 然后我再跟你请罪 行吗 他永远回家里 刘嫂 问过来没有 他 我都找过了 小妖家 工作室 他平常去的地方我都去过 找不到他 小妖家不在 那水道店呢 每次孟非躲起来的时候 守着小妖追求结果 谢谢凤哥 珊珊姐 那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了 表面上看你对陈超挺凶的 倒挺像着他 孟非好歹看上一个 我能不光谱点吗 这小子快神经了 连对他死心塌地的孟非 也快给追美了 他真是 也不会打个电话 给我拿点情报 替他愁死了 你这个准大舅子 多帮着他 陈超 真不希望我看到他们 这么相爱 最后错过了 他们能不能在一起 要看他们的造化了